OK,同学们,大家好啊,大家好,我是Mr.Yong 今天又到了吹水的时间了 今天我们会吹什么呢? 今天我们会继续吹 Chiri Chiri Negaradan Bangsa 在上一集中,我讲了什么? 我讲了,之前那些Aerobar的人 他们是透过什么方法来夺取他们要的目的 就是透过real politics 为了押押干他们自己的国家 例如,德国和Italy 至于马迪娜的话,就比较特别点 马迪娜的话是透过一起判讨 一起做这个Berlembaga案 还记得要押押马迪娜来保护这个国家 来建立这个国家 他们也用了DNP Diplomacy, Mushawara, Bermafakatan 好,现在老师会讲Chiri Chiri Negaradan Bangsa 这个很重要一下,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在课题目呢 是最喜欢问的 就是Chiri Chiri Negaradan Bangsa 好,所以我们的话呢首先 你要记得,这个Chiri Chiri Negaradan Bangsa 和一个国家,它一定要有什么东西? 一定要有国家了,对不对? Negaradan,第一个,第二个,Dangsa,民族 第三个的话,Keraja案 就是一个政府了 第四个,Kerlembaga案 就是一个宪法,一个暗暗暗 你想想一下,一个国家 它没有宪法的话 这样全部的人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宪法 来follow那个宪法 好像我们马来西亚有那个Rugun Negara 所以我们全部都要follow那个Rugun Negara 所以你们要记得啦 这个社会问你 西亚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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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 所以你一定要记得这四个字 N,B,K,P N,B,K,P N is for N is for what?N is for Negara B is for Bangsa K is for Kerajaan 就是政府了 and then P is for Perlambagaan 记得这四个 我们先来看一下 Negara 为什么这个国家一定要有一个 Negara 很明显啦 一个国家的话 它一定是有一个边界的 好像在地图里有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是你的广的地方 那个就是你的国家 Villayah亚亚亚亚亚亚亚 本都督, 审划业, 领做 一个地方里面 有居民 有边界 还有一个管理者 比如马来曼利亚组 马来山包含了 discuss 有一个管理者 是另外一个换动政府 政府已经是选好了 然后, 这个政府就是有责任去管理整个政治 并且做那一个决定出来 好像那个政府今天要实行一个法案 所以这个就是政府的工作 然后, 这就是我本来所讲 然后, 第二个, 邦沙 有一群人一起住在一个地方 那边就是一个邦沙 邦沙 例如, 住在 KL 里面的人 他们是用同一个语言一起讲话 可能它们有同一个文化,有同一个历史背景,它们就是一个邦杀了 好像 for Malaysia 就是多元种族了,就有很多邦杀,有 马来西亚邦杀,印第亚邦杀,有中国邦杀,全部在一起,就变成一个马来西亚邦杀了 它是一个政府,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就是负责管理整个国家,为这个国家制定一个方案 好像每个国家一定要有一个财政预算案,所以这个财政预算案就是有这个政府里面的财政部去计划 或者是 for example,我们马来西亚一定有什么第一大马计划,第二大马计划 就是说未来五年十年的计划,或者是之前我们的前首相 Dr. Mahathir所定下的娃娃山2020 都是政府的工作,总之政府的工作就是确保帮国家定一个未来的方向 for example,马来西亚希望在30年后可以变成先进国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方向 and then, 马来西亚邦杀,马来西亚邦杀,马来西亚邦杀,也是一样的 就是实行一个方案,好像娃娃山2020,或者是之前我们的首相Najib 才是动了一个TN50,就是在2050年的时候可以变成一个先进国了 ok,就算2020年变不到先进国,不用紧 我们还可以继续进步到2050年再变成一个先进国 and then,还有本阿曼兰,本能都阿拉,可以都办 就会帮我们稳定我们的社会 好像一个社会里面一定要有人去管 就政府去管 for example,如果现在我们有的Covid-19的virus 如果政府没有去实行行动管制令的话 这样就够利了,那个病毒就越传越快 所以政府就有这个责任去锁掉这个病毒 去阻断这个病毒 so that,我们才会有这个行动管制令 MCO 好,第四个呢就是 perlambaga案 perlambaga案是什么 就是宪法 宪法 perlambaga案 so that,它是可以成为一个指标 一个Rujukan 就是一个参考来这里整个国家 好像今天有一个人 他乱乱杀人 so that,我们就要根据他乱杀人这个law 之前set好的law 来去判他什么罪 好像今天有一个人 他乱乱运毒 被警察抓了 我们注意看他运的毒是多少 看他罪严不严重 就根据我们之前set好的law 去判他 所以这个宪法就是保护我们人民的安全 so that,不会有人可以乱乱喜欢 就去抢劫 就去杀人 不可以 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很大的案 有一个宪法在这边 来保护我们自己的安全 ok 好,我们现在来看 还有 ok,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也是很出名的 就是 其类之道 所以这个就是在 BLAKA里面 那有它的政府 bt … 毫无人要记得 马拉克政府还有六大特征 Villaya,Lambang,Ungguran,Ungdang,Radyat,Rajaan 你们看到这六个好像很难被降丝,不过不用紧 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URW,KKL 什么是URW? URW,KL 或者URW,KL KL 都可以了 为什么我会用U,U是Ungdang U就是Ungguran,Ungdang U就是Ungdang URW,R就是我们的Raya URW,W就是我们的Villaya Villaya,Pengaruh URW,K K的话,K的话,KDalatan K的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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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可以翻译 Kerajaan 好,所以我们一个一个这样看,首先我们先看我们的优先 我们的优,什么是优优,很显然的就是我们的法律 就是一个方法来管理我们整个社会 可以确保我们社会的安宁,还有保护我们人民 好,所以看完了优优,我们要看优优独播 罗亚的话,有什么? 罗亚的话就是人民,就是全部的一个居民在一个罗亚里面 它就是属于那一个罗亚的罗亚 然后在我们马来西亚的时候,总之你是马来西亚人 你就是要follow这个国家 所以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政府,马来西亚国王管的时期 全部的人民一定要效忠国王 然后,我们要保护国家 随时都要准备去捍卫国家 然后,我们要保护国家 所以当时马来西亚里面的居民要怎样证明他自己是效忠那一个皇帝呢? 他一定要有这四个东西 要准备去保护国家,准备去打仗 然后要出席政府的那些官方的那些礼仪 或者是你要有国家 你要大扫除的话,你要去帮忙大扫除 或者是,如果政府要你去做工人的话,你也是要去做工人的 总之这些举动呢,都是代表你是效忠那一个Sutana 在马来西亚的国家案的时候 在KKM的时候 就是Sutana,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是KM才对啊 不是KKM,是KM 我们今天看情況这些小量 transferring Tam inku w laila 所以在这个VLIA 里面 所有的人民都一定要接受这一个国王 只要你在这个政府的管辖地区之内 你就要接受这个国王,接受这个Sutan 然后看上彭江 sexual 苟氓 1996 河底下口 所以这个就是国王的意思 他并不会被谁给控制 因为他就是最大的 所以在莫拉克的时候 那个国王他是最大的 他想罚谁就罚谁 他想赦免谁就可以赦免谁 所以这个就是Raja的威力 所以这个权力就是由这个 Sultan 他有权力去管理这个国家 他喜欢制定什么方案 就制定什么方案 他喜欢选谁做首相就选谁做首相 所以这个Sultan 这个国王他有责任 来确保自己的国家 不会受其他的国家干扰 好像在莫拉克的时候 如果那个时候Indonesia的人 或者外国人 想要进来插手 这个政府的事情的话 是不可以的 国王一定要保护自己的国家 确保他不被人家插手 或者不被人家占领 所以这个就是 KETALATAN KERAJAAN KERAJAAN 有些部门是管健康的 有些部门是管健康的 有些部门是管国防的 所以他们就要保护国家的安全 确保国家一切的运作 然后还有 确保国家可以跟别的国家 有外交关系 当时候莫拉克 他就确保 外交部长 确保要跟Yohor 的部长做好朋友 也是要跟巴汉跟Bera的部长做好朋友 所以就不会打来打去 Fore example 有这个System Bambosat Embud 所以当时候 他是有一个金字塔 这样的 只是要画给你们看 他是一个金字塔 在这边最高的话 就是我们的Raja 有Embud Lapan 到最后就是Digger Bluetooth 4个最高的话 就是那一个 有Demenggong 有La Samana 有Bendahari 还有副财政 所以那4个就是最大的 就是Bembosat Embud Lapan 然后我们还有 最后一个就是Lambang Lambang就是 Sultan 国王里面有什么特征 比如说 看到Sultan的话 你会看到黄色 或是当你看到 有Sultan的话 会有一种乐器 那乐器的名字 你们可以 看你们的课本 也是有 Simple Danda Identities 就是一个国家的特征 好像 For Malaysia Malaysia 就有那个国家的 那个 那个 那个国伪 有两只老虎在那边 还有 Bahasa Kerbangsaan 就好像 我们的国语 就是我们的马来语 Bahasa 所以这个马来语 可以帮我们人民更加团结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会讲国语的话 我们就不会有那个隔膜 不论是你是跟华人 跟印度人 跟马人都可以沟通 所以现在呢 老师给你们看一个 Pastial Question 你们看这边 OK So 这个Pastial Question 它就是在讲着 System Permanentahan Casultanahan Malaya Malaka Divariate Orient Negary Negary Malaya 所以刚刚 我就有讲了 在刚刚那边就讲了 Malaka 所以Malaka的话 他之前讲 Malaka 它有被其他的州 给follow 好像copy这样 这个老师还没有讲 老师在下一集会讲 可是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 SPM曾经问过的问题 他是在SPM 2017年曾经问过 在Catas Duwa 是anufacturer 所以他第一个 他问你了 Neg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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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laya System Permanentahan Casthanah Malaya 他问你了 有两个州 也是跟follow 这个Malaka 所以这两个州的话 老师还没有讲 你们不知道 所以现在就跟你们讲 所以这两个州 就包含着我们的 Johor Bahang 跟Berak 有三个州是follow Malaka 所以你们可以随便 选两个州下去 你们可以写Johor 可以写Bahang 或者可以写Johor 写Berak 都可以 第二题 B Johor Bahang Bahang Negary Negary D3A Baharisi System Permanentahan Casthanah Melayu Malaka 所以他也讲出证据 证据 证明说 Johor Ba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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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copy Malaka 执政的宪法 你们可以看 他有写什么 所以 Johor 跟Malaka 也是一样 他们的皇位 是交给 Hadam的后代 或者你可以讲 Gerarang Sultan Digunakan 这个比较短 可以写这个 Sultan 最大的就是叫做Sultan 或者是还有 System Permanentahan Digunakan 就是我刚才所画的金字塔 有四个大成的 也是继续被沿用着 然后 Bahang 也是用了这个 Permanentahan 然后你要更简单一点的话 你可以讲 Undang Malaka Digatikan Banduan 我们也是用这个 Malaka Undang Undang And then 也是用 Bahasa Malayu 还是用 Islam 所以这边呢 有很多个点 你们只需要选 四个点 就可以了 因为他总共只需要四分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会选这个 Digazeskan Ole Gerarang Gerarang Sultan Digunakan System Massar Massar Bahasa Malayu Algaman Islam 都可以 因为这些都是很短 你们在考试的时候 一定是要配那个答案 是最短的 因为你的答案 无论是短 长 他都是一个Point 等于一分 就算你那Point 比较长一点 还是等于一分 除非你今天你写很多Point 那就很多个分 我们现在讲完这一题 我们看下一题 Bezakan System Pemerintahan Beraja Bada Zaman Kesutana Melayu Melaka 跟System Pemerintahan Beraja yang diamalkan Malaysia Bada Masa ini 所以 C 他要你去分辨 所以 Malaysia 跟现在 Malaysia 的那一个 政府 跟System Pemerintahan 的政府 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 很大不一样 当时候 是叫做什么 是Raja Berkwasa Mutlak 看到没有 这边 老师以后还在这边 OK 当时的话 Raja 是最大的 Raja Berkwasa Mutlak 在Malaysia的时候 可是在Malaysia的时候 Raja Berkulembagaan Raja Berkulembagaan Raja Berkulembagaan 所以 在Malaysia 现在的 我们在这个国家 国王 即使你是Sultan 你也是要 Follow Berkulembagaan 要Follow这个宪法 并不是讲你是Sultan 你就可以乱乱打人 不可以 Sultan呢 今天犯法的话 也是要 要被面空的 OK So这个呢 就是Raja Berkulembagaan OK 国王呢 也是要 根据这个宪法 可是在Malaysia的时候 就没有了 在Malaysia的时候 国王是最大的 OK And then Raja Berkulembagaan 所以呢 在Malaysia的时候 国王的话 有被这个 Berkulembagaan 可是在Malaysia的时候 在Malaysia的时候 Bentapurran Dijalankan Germal Armandere 就是由我们内阁部长去 管理整个 Bentapurran 管理整个政治 整个国家的这个职务 至于在Malaysia的时候 他是Embad Lipatan 就是那四个大大城 所以在Malaysia的时候 就是Symbol Identity OK And then 还有什么 Raja Ketua OK 在Malaysia的时候 王呢 是最大的 他也是Ketua Hakim 然后他也是管控着整个经济 OK 可是如果在Malaysia的话 他是属于一个 Symbol Identity 它是一个 一个身份 一个很高的一个身份 可是呢 他 就没有管理整个经济 没有管理整个内阁 这整个内阁 都是由我们的首相来管理 OK 所以呢 这个就是Kesutana Malaysia 跟Malaysia 之间的差别 OK 好 今天老师就讲到这边了 下一集的话 老师会继续讲 其他的 其他的 马来的半岛的州 他们怎样follow 这个 Malaysia 所以还是一样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video 你们可以subscribe我的频道 可以按like 还有share我的video 尤其是share给今年 考SPM的学生 因为我做这个video 就是为了帮助今年 考SPM的学生 希望呢 大家呢 可以考A 要PASS的 也是可以考PASS 好 我们下一集再见了 当然 如果你们要我笔记的话 也是可以 PM我 我有放了我的Facebook 跟Instagram 在我的Youtube description 那边 你们可以PM我 OK 谢谢大家 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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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